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们做了一个类似于邮件系统 有登录 有显示 邮件列表的这样一个程序的主体结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我们建的主体结构 对不对 这节课我们就完成登录退出的一系列过程 对不对 还是那样 在各个页面 判断登录退出 咱们怎么办呢 判断登录退出 咱们这个过程怎么处理啊 对 咱们得用一个标记位来完成 对吧 判断的是登录还是退出的 也就是主体页面和列表页面 像这样的页面 咱们必须得判断什么 它是登录的 我们采用它访问 不是登录 比如那系统只有自己登录进去 才能看自己的邮件 对不对 不登录的是不能看的 所以咱们假设在三身里边已经保存好一个什么 三身A 对吧 那我们这个判断登录的 我们可以在配置文件里边 如果都包含的话 可以在这里边去写 每一个 当然了 登录页面这块就不需要判断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没登录的时候就可以保问的 对吧 所以您可以把它单独写个文件里边 在这些文件里包含 对不对 退出文件里边咱也不需要写了 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边写一下复制一下 也可以吧 可以 在手里里边 如果什么呢 如果用户 因为在连接里边包含了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有三十四大 这么三十大咱们已经有了对不对 这块 写上 如果没有登录的 没有登录就去登录页面 咱们判断是这样的 判断是这样的 判断是谁呢 以后人匹配类型 对不对 这样的话是登录的 我们说没登录去处理 对不对 所以前面加个区块图 这样的话 如果用户是没有登录的 我们就办法跳转到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 我可以用一个 Headhider 里边用 ROC 听 Location 里边是loglogin.peerp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可以写到一个文件里边去 然后多个页面判断 因为咱们只有两个页面 所以我粘贴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最好是写到 写代码的时候必重复 对吧 不然改的话 两个同样代码是不是都得改 麻烦 因为咱们页面比较小 最演示怎么用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最主要的是不是就登录 对吧 我们打开登录页面 我们先写个登录表单 最简单的 Boom Action 我们还是提交给自己 Login.peerp 然后方法等于Post 写个 Boom 然后我们这块有个用户名 input类型等于 test 然后name等于咱们必须得给数据库的用 名是对上这的 是不是username 对吧 username 然后微楼值等于 call 换一下行 再来一个 密码input 类型等于psiwrd 名字等于psiwrd 密码微楼值等于通 我们要对应一下这个字段是不是 我们想要的字段对不对 嗯 psiwrd 你看也是这个字段名 对不对 是加密的对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td按钮 您不等 类型等于supmit 名字等于度supmit 微楼值等于登录 Login 对吧 因为我全用英文字符 省得我们调字符题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用户点登录的话 我们实在是处理了对不对 所以下面这话是处理 登录 处理登录怎么处理呢 判断一下用户是不是提交表单对不对 as set判断什么刀出下滑线post里边的 有个do submit 也就是这个值 它如果提交了post里就有这变量对不对 对 如果这变量存在是证明用户 是不是登录了 对 所以怎么判断它登录成功的 怎么判断它登录成功的 我们是不是得对 连接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 当然上面已经连接上了对不对 最好是在哪用在哪连 就是什么 因为你默而保的 看的页面的时候 怎么的 直接看的页面的时候 没去处理登录的时候是不连的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我们可以其实把这个 用户的对 放在这里边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是在哪用在哪连接 对吧 处理登录连接数据库 就通过用户收入的用户密码 到服务器去查询 如果查到了 怎么的 说明它输入的用户密码是正确的 对 然后我们才设置规划信息 对不对 所以这话到数据库查找用户输入的是否正确 是不是 对不对 那怎么查找呢 做一个 wpdo等于 不是 里边是stmt等于 wpdo里边有个prepare 是准备一句 这里边 serect 查询 对不对 查询什么 要id 要用户名 要row要全线1 ow下方线2 全线2 arow下方线3 要全线3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从user这标里边 有二条件 什么呢 user name等于问号 并且 对吧 然后呢 密码等于问号 然后我们使用stmt里边的execut执行 对不对 里边放个数据 第一个 到时候在post提交过来的什么 user name 对吧 第二个参数是md5加密过的 到时候不消息post里边的密码 ps word 是不是 如果 这两个执行过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什么 如果参成功了 是不是就有 行数 结果机里边 我们可以用通过这个 执行完这个 就可以在这块 使用 如果 doll for stmt里边 有一个lw 对吧 co unt 看的这个数 如果大约0 证明我们有结果 有结果的话 是不是就登录成功了 否则的话 我们这边输出一下 怎么 登录 失败就可以了 我们好 不用告诉他具体什么原因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想提示他具体什么原因 你可以在这写 都成功怎么办 我们如果这些信息 我们查误信息都想放到赛神里边去 我们就很简单了 赛神本身是不是一个数据 对吧 直接达到消息 而且SESLN赛神 就等于什么 什么 STMT里边有的FETCH 里边PDO冒号冒号FETCH 下方线A SSOC 你看一下 是不是直接获取这行记录 放到赛神里边去 就不用像酷皮那么麻烦 一个一个放了 一起放进去 然后我们得放一个 这块是 将用户信息一次性 一次性放到哪 放到赛神中 对吧 然后在别的页面 是不是就可以仿灯这些信息了 对 然后这块加标记 对不对 加登录标记 我们在这块就可以 塞神里边有的什么 A字 Login 让它等于一 是不是登录标记有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登录了 登录有了 用户如果点退出的话 我们怎么办 是不是到 Lakeout这里边 对 退出的话 也是有什么 有几个规则的 塞神斯大 第一个有的 对不对 然后清空数组 清空数组 怎么清空 直接使用一个什么 下方线SESLN 塞神里边 这都固定的形式法 就是注销塞神 都固定形式法 直接等于A2A1 是空数组就可以了 然后还干嘛 把客户端基于Cookie的 Cookie删掉对不对 删除Cookie中的 什么塞神ID对吧 那得先判断是不是居于Cookie的 对不对 A2A判断什么 Dollar固下方线Cookie中的 什么变量在不在对不对 如果在的话 我们一定要使用什么 塞的Cookie这里边变量名是塞神 内容对不对 值随便给一个时间 当前时间随便减一个值 比如减一个小时 对不对 然后配置文件里边 是从根开始用销的 所以从这都要清除 然后最后一个是销毁 对吧 销毁所有什么 这个用户的塞神资源 对不对 就是他会把 那个文件删除掉 是不是 然后塞神 D E S T R O I 塞神道 是不是就销毁了 销毁完之后 当然这块我们想跟谁说再见的话 你可以把用户名拿出来 对不对 这里边有一个塞神里边就有 User name了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会可以说出 可以 这块 可以说出 再见 再见谁呢 I hope 道路普 User name 对吧 然后 换个号 是不是可以 这样 然后我们再跟一样的重新登录 再到login.prp 对不对 写上A 重新登录 是不是 那我们这里边 微量它有中文 我们在配置文件里边 还可以加一条 什么呢 H E D R Hudder 什么 C-O-N-T-E-N-T 文本 类型是 C-O-N-T C-O-N-T-E-N-T 文本的 H-T-I-M-R Charsite 等于UTF 对吧 这种中文 我们就可以显示了 然后这个样的重新登录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再回过来 那在其他的页表 是不是登录推出 我们就行了 那在列表页面 我们就可以写什么呢 如果是登录成功的 我们输出 谁呀 客气点 你好 谁呢 您接到时候下号线 塞神里边 是不是有个用户名 叫做 YOUTHER NAME 对吧 你好 换个行 对吧 或者不算行的话 我们这时候可以怎么的 可以加一个 A链接 加空格 等于 等于 用户名后边一般都跟一个什么 退出的一个按钮 对不对 这块是 Logout.peerp 是不是 这就知道是谁登录的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它权限的话 SESL 塞神里边 是不是有 A LOW 下号线一样 对不对 如果它 等于一的话 我们说 输出 你有 这个 1 的 权限 是不是 换个行 然后我们 如果这块2 3的话 我们同样 去看它有什么权限 对不对 这样灯都会用上 2等于1的时候 3等于1的时候 所以你有什么 有2的权限 你有3的权限 否则就不输出 没有权 对不对 然后这会儿 我们还可以 现在下一步是不是 就连接数据库 把它的邮件取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同样用 stmt 等于谁 等于 wpdo 里边有个 pre 对吧 执行什么 serect select sing brown 从 这块最好是 id uid 对吧 然后标题 然后ptime 时间 咱们要这几列 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brown 从email 这个表里边 wr条件 e wr条件什么 就是uid 等于 问号 对吧 咱们都是用这种 预处理 然后stmt里边有个 execute 执行 执行的时候 就传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边 到了下号线 session session里边 是不是有当前用户的 谁啊 id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uid 因为当保存的 session里有个id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查一条件 是把按查出去用户了 对吧 那我们这话就可以写一个表格 输出 table 输出 鞋盖 table 已经写下了 看它有几封 这话你有几封油件 对不对 嗯 然后这话可以输出 输出 你有 邮件 邮件 多少 邮邮件 那多少邮呢 是不是我们在这里 stmt里边有一个 rw c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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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就可以了 然后你有多少个 那就是 while 循环 list 有件列表 我们这话 有一个 有一个是double 这个id 你用户这张钱 对不对 title 标题 还有double p time 这三个变量 就行 我们这块主要的变量 我们就 去掉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然后从double stmt 里边有一个fet ch 里边用p do 冒号冒号 fet ch 向下 num 以所有数据过去 对不对 然后这块 就是输出一个 谁呀 换行 输出一个 鞋 应该是tr 对吧 鞋杠tr 是一行 然后里边输出 对 td 鞋杠td 然后我们这块 这是 编号 标题 对不对 到了白地 这是编号 然后这块是 title 标题 这是时间 什么 p time 在时间 我们可以用 d t 合适化一下 对不对 年 月 日 时 分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 告号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 邮件列表就有了 然后上面 你可以输出一行 tr 斜杠tr 你可以在这里边 td 斜杠td td 这用th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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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杠th 再来一个 th 斜杠th 就做一些简单的 这块 分别是id 对吧 然后第二是标题 title 然后这块是时间 对吧 我们就叫dtd 基本上我们这块就写完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可可以呢 访问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稍稍修改一下 是不是就行了 直接访问 带点pd 顺便登录 直接跳上的登录一面了 那我们用登录 假如说我用 妹子的账号 那密码也是什么 妹子 登录 登录失败 妹子 密码 咱们当时设置的是12345多吗 是妹子吗 换一下吧 好像是 爱的你 换一下账号 爱的你 登录 看一下用户名秘码 应该这里不是统一的 就是跟用户名秘这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登录 不成功的原因 那你就找一下什么 找一下这个 落尾 这个页面 如果是剃交登录的 前边提示了 妹 妹 没有提示 杜 SUBMIT 收拾一下 看今天进来 这又进来了 对不对 这进来了 然后我们连接数据库 看一下这块 航数 我们有没有找到 这个 色口 到底粘过来 色口 我们输出一下这个色口语卷 嗯 妹 id 用户名 认识 认识 blog user wire 条件 user name 文号 按照 word 密码 等 文号 这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输出 输出一下 看进不进入到这里 对不对 这里边我们打印一下 double 下游戏 ses ln session 已经放到塞山里了 对不对 slogin 对 这个没问题 这个咱们只是少写了一条代码而已 想起来的 因为什么 我们你想象一下 我们登录成功的话是得跳转的 对不对 harder 跳转到 什么 对 roc location indice operability 对不对 对 把写方跳转了 忘了就跳一句了 其他的不用改吧 好 我们再重新 妹子 登录 跳转了 你看 你好妹子 退出 你有二和三的学线 你有四朋友件 1234 对不对 然后退出 再见妹子 重新登录 然后比如说 再要 adme 再login一下 这样跳转了 对不对 你有123的学线 abcd 对不对 还有一个用户 什么 重新登录 fbng fbng 登录 对吧 这话是登录失败 fbng fbng 好 这里边有什么 有三个用户 对不对 它没有权限 对吧 退出 这样的一个登录过程 是不是就行了 大家可以模拟我这个过程 写一下 你的登录 退出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时间关系 咱们这点课就 叫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 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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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